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哉本橋哉博士來跟大家談 這個非常熱而且非常未來被影響很大的議題 就是不斷影響的相關的應用 哉博士也是太大的畢業的教友 之後到國外紐約大學 然後博士學會之後 就在美國的Google 在美國Google也負責Data Center的一個Director 他們高階的主管 一直到應該是三年前吧 兩三年前被開打電子重金 一定回台灣幫泰達電子他們從產統製造 要進入到雲端圖 這一塊幫泰達電子來設立了一個新的事業的單位 所以蔡博士現在負責泰達電子雲端的 這個新的營業單位的總負責任 那這幾年來 泰達電子也在這個單位 也在在國資領導之下 也從少數的人 現在已經有一個規模 而且也有一些產品 包括可以印鑑 所以我想對很多人來講 或許還不是很清楚 因為泰達電子 傳統以來都是被認知是一個製造的東西 但是從製造如何進入到這種服務 而且在雲端上面能夠有一些加值 還有一些商業的應用 那今天這個機會非常的難得 蔡博士來跟我們做一個分享 他會從他過去的經驗 還有現在跟我們從事的工作 不同的層面來跟我們談一下一些的理念 還有一些實際的應用案例 不再耽誤時間 我們用掌聲來歡迎蔡博士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運動運算方面的一些想法 那今天要講的主要是在 雲端運算中的服務裡面與實驗 我今天要講的主要不是技術方面 而是說雲端運算在觀念上 跟傳統的ID系統之間最大一些差別 所以開通名義的話 我們第一個先討論 雲端運算到底是什麼東西 很多人會說 我用了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雲端運算 市面上有很多很多這些名詞 在那邊流傳 待會我會講 但是真正雲端運算到底是什麼東西 跟如何運用它來賺錢 中間有很大的差距 我們先從技術上來定義說 雲端運算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是一個運算模式 它並不是說我做了什麼就是雲端運算 而是說你做這個東西 是不是符合這個模式 雲端運算呢 我們看這個是美國國家標準局的定義 它說它是讓你能夠很方便的 然後透過網路在有需要的時候 取得一些運算資源 而這些運算資源呢 是分享的 是可以動態安排的 然後這些運算資源的量 可以很快的增加 可以很快的加少 這裡面完全沒有提到什麼 虛擬化啦 遠端桌面啦 Hadoop啦 海浪資料 這些完全沒有提到 這些現在聽起來很紅的名詞 其實它本身並不是 雲端運算 你做了它譬如要是你就做了雲端運算 而是說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比如說用到運算模式 是不是符合這個模式 所以雲端運算呢 它有五個特徵 然後有三個服務模式 有四個建制模式 這三個服務模式 所謂SARS、PAS、IAS 大家可能都聽過 四個建制模式 公有雲、私有雲、社群、混合雲 可能也都聽過 但是最重要的其實是 特徵 這五個特徵是什麼 我們現在來講 什麼不是雲端運算 那這些市面上 大家都在講的 其實它並不是雲端運算 第一個 比如說 我們要建置這個超大型機房 所以這是我的雲端資料中心 那大型機 雲端運算的話 因為它需要這些彈性 需要這些動態配置 所以它希望你的資源量多一點 然後其中運用 但是並不是說 我要把所有全世界的東西 都集合在一起 我不需要建一個超大型的機房 我喜歡大一點 意思是說 我不要兩三台 不要四五台 就在雲端運算 是至少我有個幾百台 幾千台 但是並不是你一定要幾十萬台 才叫雲端運算 然後也有做貨櫃型資料 這個東西 也是我們在貨櫃的時候 就做出來的 那 這個東西 也不是雲端運算 Google做雲端運算 做了貨櫃 它都做 並不表示說 這兩件事情 是有絕對的關鍵的 那很多人說 做綠色資料中心 從做雲端綠色資料人 和綠色雲端資料中心 這兩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雲端貴雲端 綠色貴雲端 雖然說 他們同樣可以達到界隆的狀況 但是 那命不表示說 他們是一樣的東西 那第四個 怎麼現在才忽然打開 那 第四個說 把資料送到網路去處理 是不是就是雲端 這句話其實當初是 李嘉童校長講的 他說在2009年的時候 他說 雲端運算很紅 那到底是什麼呢 他去翻了一些雜誌 那就是說 雲端運算無非就是把資料 都送到網路上去處理 如果這樣就錯了 因為把資料送到網路上 處理這件事情 幾十年前就存在 自從有FTP之後 就已經有這件事了 那 只不過很多人會 因為很多人把Internet 畫成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一朵雲 所以就會覺得說 我只要丟到那裡面就是雲端 我只要丟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就是雲端 這也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那MapReduce Hadoop這些東西 它是做Big Data 平行大量的資料處理 它是一個適合運用雲端資源的一個應用 或者說一個工具 因為它需要平行處理 需要大量的運算資源 那雲端讓它能夠很容易的取得 大量的運算資源 所以並不表示做了它就是雲端 它是一個適合放在雲端的應用 那虛擬化 虛擬主機這些東西也是一樣 Virtual Machine Virtualization 它是做雲端的一個手段 不要它一樣可以做得到 我彈性增減的人 比如說像在Google 它所有的Cluster都是隨時可以增加 隨時可以鎖減 但是它完全沒有用到虛擬化 同樣的我們台大在做的這個 運端的作業系統 我們也是以實體機為主 你今天虛擬化的手段 可以運用在實體機上面 但是你不是一定要虛擬化 才能做運端 當然它是一個好的起步 讓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做雲端 同樣虛擬桌面 Think Client 這種東西也是一樣 也是幾十年前就有的東西 它讓你能夠說 我身上這個Device 這個終端設備 或者是辦公室的終端設備 其實壞了也沒關係 我的資料是集中保管 集中儲存 那這裡也不是雲端 這個叫Client Server Computing 也是十幾二十年前就已經很普遍了 那甚至有一些廣告詞說 我們在雲端對話 我們在雲端合作 或者像一些比如說Twitter Facebook這些 很多人也把它當雲端 事實上這些東西 也是沒有雲端照樣可以做的 那甚至遠雄在賣手雲端二代宅 這個房子跟雲端有什麼關係 那雲端是虛擬的 意思是說你這房子 事實上不存在嗎 在這裡不要講它的壞話 不過大家可以自己去想 比如說市面上看到的這些廣告詞 很多東西都要跟雲端扯在一起 事實上是沒什麼關聯的 就像四五十年前原子能很紅的時候 各位同學都還沒出生 各位老師大概都知道 那時候什麼東西都要說是原子 玻璃絲襪叫做原子襪 烤肉的木炭要叫原子炭 甚至還有一個東西 今天大家都還在用的 叫做原子筆 這東西跟原子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大家隨便講講 這個名字也就留下來了 我相信今天很多 比如說掛著雲端名字的東西 以後還是會留下來 但是不要把它跟雲端運算混為一談 然後最後一個呢 IaaS、SaaS 我說它不是雲端運算 那你會說奇怪了 剛剛不是才在講說 三個服務模式 SaaS、PaaS、IaaS嗎 你雲端的服務 可以用這三種方式來提供 並不表示你用的這三種方式 就是雲端 今天比如說SaaS 我是一個Software Service 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Software不是買回去的 你是用了多少付多少這樣子的 這件事情早就存在了 比如說美國ADP幫人家算薪水 那Oracle Expense System 幫人家報這個費用的報帳 這些東西早就已經有SaaS的模式存在了 並不是有原端之後才有的 就像說什麼 我的公寓可以出租 並不表示我出租的東西 通通都是公寓 我出租的東西也可以是車子 可以是電腦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說 這IaaS、SaaS、PaaS 這前面還有一個字是Cloud 這個字很多人忽略掉了 今天是Cloud IaaS Cloud PaaS Cloud SaaS 才是Cloud 那這有什麼差別呢 今天如果你的application 本身是一個Cloud application的話 你會做好你自己的elasticity 做好你的fault tolerance 做好你的failover 這樣的話 底下的infrastructure 就算down掉了 也不影響你 大概一年前Amazon有一次搭檔機 有些同學可能聽說過 那很多人的網站就跟著掛掉了 那今天我要這個雲 如果沒有這些保障的話 那要了它跟我做一台虛擬主機 有什麼差別 只是說 這個跟所有人通通混在一起 而且事實上你花的錢 比自己買機器可能還多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那這些網站為什麼會掛掉 但是另外還有很多網站 比如說Netflix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網上租片公司 它有8000多台虛擬主機 在Amazon上面 Amazon掛了它照樣跑 一點問題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自己的application 是一個cloud application 所以底下Amazon的cloud IS 掛掉了 它也不受影響 它仍然有cloud的那些特性存在 那 對於一般使用者來講說 你講那麼多cloud 它到底在做什麼 那對我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針對使用者來講 他所看到最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 IT以前是產品 現在變成服務 剛才講到 不管是這個SaaS IaaS 它都是service 它是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它是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本來呢 IT界都是在賣產品 不管我是賣硬體 賣軟體 都是在賣產品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 政府採購案 標案什麼 甚至國客會研究計畫 每一個都會寫說 我要買一些什麼樣的設備 但是今天如果變成cloud的話 重點是你要 你取得 你要取得的資源 你要取得的使用它 它是一個服務 你是不是擁有這個東西 不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那跟傳統IT對比 這個其實就是那五個特性 所謂的on-demand self-service broad network access 然後resource pooling 還有rapid elasticity 還有meter use 所以我們看到雲端運算 它有這五個特性 你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自己拿到 任何人只要在網路上 就可以拿得到 然後所有的這些運算資源 是放在一起 大家分享的 然後它是有彈性的 然後你用多少付多少 可是我們在傳統的IT 它的做法就不一樣 它是要層層批准 那個層層審核 然後你才能夠取得這些資源 然後只有少數的人 有權的人 才能夠去取得 控制這個資源 然後它講求的是責任分明 這個東西是你用的 壞人你要負責 那因為很多事情 它沒辦法追究責任 或者說追究責任的機制 不是那麼好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 你就擁有這個東西就對了 不管任何原因壞了 你就要負責 同時呢 它講求固定 講求穩定 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做什麼用的 你不要隨便去動它 因為管理人不知道 怎麼去應付這種 變來變去的狀況 還有呢 它是買下來 這個東西就是你的 那就給你用 然後這筆預算 你就設法變出來 而不是用多少付多少 那你說用多少付多少 這個會計人員說 那預算要怎麼變 我都不知道了 那這個東西其實不難 它第一年不知道 以後會知道 就像水電費的預算要怎麼變 你一開始不知道用多少 先估一個值 等到第二年你有了 這個經驗值之後 你就知道接下來 預算要怎麼變了 但是 我們在講說 在一個時代的轉換 時代的變換中 最難改變的是什麼 最難改變是人的觀念 所以如果說 在一個制度上 在所有的這些 業務人員的腦中 已經應有這樣一個模式 要去改變它 是非常困難的 今天大家在講說 要上雲端 這個絕大部分人都說 第一個 最大考量是安全問題 因為這個 它不能保證安全 所以我不要上雲端 這都是藉口 今天就算你自己家裡的系統 你也沒辦法保證它安全 就算是學校的系統 也沒有人能保證它安全 今天雲端上面的資安 跟傳統IT的資安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技術 沒有任何差別 所以 資安事實上 你說雲端不能保證 你現在一樣不能保證 那如果說你是搬到公有雲上面 其實你的資安只會更好 不會更差 為什麼 因為人家靠那個吃飯 人家有一群專門的人員 專門在負責資安 你任何一個學校 任何一個公司 你擁有的資安的人員資源 也不可能 比Amazon比Google更多 所以它的資安其實做得比你自己更好 那如果這些觀念不改過來的話 那些資訊系統是不可能上雲端的 那我們來看這些資訊系統 它怎麼樣能夠上雲端 然後怎麼樣能夠提供服務 我們看一個傳統的資訊系統架構的話 在一個公司裡面 可能它分成很多個部門 它有工程部 財務部 法務部等等 每一個部門 有它自己的application 有它自己的OS 然後有它自己的實體主機 有它自己的database 這是一個垂直解割的狀 就是這種架構 那最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把底下的這些實體主機 合併起來 做成一個雲端的infrastructure 然後呢 在上面提供database 提供storage 提供虛擬主機 那需要的就變成一個 這個virtual machine 就是需要run 城市的人呢 就去取得一個virtual machine 然後把你的OS 跟application在上面run 起來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不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可以最快的上手 但是未來的話 我們看到的應該是說 你每一個單位 他所做的事情呢 是對別的單位 提供了一個服務 比方說我今天財務部 我可能需要人資部門 提供這個薪資名測給我 所以呢 人資部門提供這個服務 那我今天工程部門 可能需要法務部 提供一個專利資料庫給我 那這個就是法務部門 提供的一個服務 那各個部門架設自己服務之後 互相去使用別人的 那這是一個轉換的過程 從傳統的vertical silo 切換到一個 看起來比較像是服務的一個架構 但是以後我們期待會看到的是 以使用者為中心 這個使用者去用到 直接用到很多服務 而這些服務在用別的服務 組合起來提供整體的服務 比方說我建議一個使用者 我可能要用一個這個 購物網站 提供一個購物服務 但是這個購物網站背後呢 又提供 又需要用到哪些服務 它需要用到美工服務 它需要用到金流服務 要下訂單嘛對不對 它需要用到貨運服務 那它可能需要用到庫存管理服務 那這個網站如果說它 真的人手很 就是說這個生意很好呢 它一定還有很多客服的服務 大家知道現在很多客服 事實上已經不是公司自己提供了 它只要提供一些資料 可以這個外包給客服公司去做 所以未來的資訊系統架構 我會看到一堆服務 然後呢背後的這個 底下寫的小小的 platform infrastructure 這些都看不到了 就像你今天看電視 你看到的是這個節目 對你提供的服務 但是背後它這個 LCD panel到底有多少個pixel 裡面的這個電路 到底有多少個電晶體 到底它訊號格式是什麼傳過來 那些你已經不管了 你已經不在乎了 重點是你取得了這個 這個資訊內容的服務 好 所以呢 不管是這個SaaS PaaS IaaS 最重要的是後面這個S 這個S 後面這個S 所以我們現在做雲端呢 就有人講一句話叫XaaS Everything as a Service 不管什麼都是Service 講到這裡就不得不佩服 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 政治著見 他早在一百年前就說了 這麼一句話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不管怎麼做都是要做服務 那當然剛講的是說 IT使用上有一些 他覺得有一些改變 他在管理上 這些業務人員 要怎麼樣去改變他的想法 他要認清楚什麼事情 他的標的是從財產變成服務 他不再是要去買這個東西 而是說我今天要做這些運算 或者做這些儲存 做這些傳輸 我所需要是什麼樣的服務 我的目的不是擁有 是使用 所以這個就是 年輕人常常講一句話 就是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曾經擁有 就是使用他完成那個服務 那同時呢 在會計科目上 本來是採購資本財 現在變成租用 它是一個使用費 這一點政府其實不太喜歡 他都是要盡量減少 這個經常門的支出 然後增加資本門的支出 所以這一點是需要 改變他很多觀念的 像最近行政院研考會 終於政府發出了第一個 這個政府雲的標案 它裡面就很努力的 設法克服這些法規 這些政策上的限制 所以他做了一個東西叫做 資本門租賃 應該是要租的 但是呢 政府只有資本門預算 怎麼辦呢 他用資本門租賃 那這門租賃是怎麼回事呢 是說 今天呢 我跟你買 但是呢 分期付款 我跟你 事實上是租五年 但是呢 名義上我是買下來 然後分五年付你錢 那可是租賃的話 五年起碼要退租啊 怎麼辦 所以呢 它規定一個買回條款 五年後呢 你要把它買回去 一塊錢也沒關係 你就說五年後這些設備 剩餘價值是多少 你可以寫一塊錢 然後你五年後 要給我一塊錢 我把東西還給你 這個叫做資本門租賃 這個其實我們政府 很多官員有時候 也是蠻有創意的 很努力的在這個 法規的夾縫中 找到一個不違法 然後又合理的一個做法 然後在預算的編列上 通常呢 大家編預算一定是編這個 最大使用量 因為我怕的是我要用的時候 沒有 所以呢 我可能 今天用五個單位 明天用十個單位 後天用三個單位 那我一定是買到十個單位 編預算我一定要這樣編 不然萬一需要用的時候 沒有怎麼辦 可是以後呢 就是要編實際使用量 因為用多少付多少嘛 然後有編過預算的人知道說 你預算沒有花掉 事實上是你的績效是很差的 這個叫做預算執行不利 這個考機會被扣分的 所以呢 要怎麼樣把這個最大使用量 這些觀念改成實際使用量 需要做一點研究 然後同時呢 這個在權限上面 過去呢都是集中控管 通通都是IT部門 全部都在他手上 你要什麼 填單申請 蓋八個章 才可以拿到 但是以後呢 要變成自助 我這些資源提供在這裡 每個人都有quota 你要用就來拿 那用完 你再追加預算 但是呢 你每一次要用的時候 就不管你了 而不像 現在很多都是說 即使買到了 等要用 還要再申請 就很多很多 手碎的這些程序 那同時 最後一點在配置上 過去都是說 這個東西 財產保管人是誰 對不對 各位當過行政指導老師 一定知道 每個財產一定有保管人 配置給他就是他 你要借給別人用壞了 還是你負責 不是那個用的人負責 是你保管不利 不是人家使用者壞 那但是現在會變成分享 所以在這個系統上 大家都在講 雲端系統建制 不是都很成熟了嗎 很多東西 你open source拿來就可以用了 那open source 都是虛擬化的技術 但是呢 所有這些管理的技術 通通沒有放進去 所以其實念管理的同學 這邊還有很多 可以發揮的地方 就是說我怎麼樣建一個機制呢 是說這個財產的使用的追蹤 到底是誰用掉多少 誰該付什麼 那讓這些雲端系統 在實際使用的時候 能夠真正跟現實的制度 法規上做一些結合 這個其實還是蠻重要的 因為這些做不到的話 那承辦人員一定說 出事誰負責 我不要用 所以現在行政院研考會 它第一份這個政府雲的標書 出來了之後 所有部會馬上全部拿去 copy 現在所有的政府的雲端 全部都是通通用同一份規格書 數字改一下這樣子 因為公務人員一定有這個心態 就是說我做得很好很好 也不會讓我上錢比較快 但是只要出了一點問題 我可能鐵飯碗就掉了 所以呢 在管理學上怎麼研究 就是說這種新技術的出現 如何克服政府公務人員的心理障礙 其實這是一個蠻重要的課題 好 那我們已經跟大家強調很久 就是要做服務 好 那做服務怎麼做 怎麼把產品變成服務 今天我廣達是做伺服器的 我怎麼把這伺服器變成服務 我其美是做液晶面板的 我怎麼把它變成服務 大家最常看到一個例子是說 發電機變成電力 一百多年前 每個任何一個公司想要用電 就是自己買一台發電機 後來就變成電力公司 大家只要接一條線就好了 可是這個講起來有點虛無妙妙 這個發電機那個一百多年前的事 而且電力這麼大的工程 好像不是我們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那我們眼前的東西怎麼把它變成服務 其實有一個大家眼前就看到的例子 影印 影印機現在很多公司都不用買的了 都是用租的 甚至它不是租這台影印機 它是租這個影印服務 因為我到底要選哪一台影印機 搞不太清楚 我隨時可能換來 我隨時會有不同的需求 搞不好哪天我需要彩色 或者哪天我要印特大張怎麼辦 那可是平常如果只需要 這個以降低成本為考量的話 那又是一個不同的即興 所以現在影印機的公司 通通把它變成租用 你印多少付多少 我幫你維護保養 我幫你加碳粉 這些通通都做好了 所以壞了你也不用擔心 再舉一個更生活化的例子 比方說 終點清潔工 以前的話是說 我要買托把 我要買水桶 我要買清潔劑 來打掃房子 買吸塵器打掃房子 現在它通通幫你弄好了 你說我要打掃 來兩個小時多少錢 它各種工具通通都有了 你不用準備那麼多 然後而且你還可以告訴它該怎麼做 那在 然後當你不用的時候 你家裡還不必有一個儲藏室 放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清潔雲 對不對 同樣的我們舉一個跟IT比較接近的例子 過去呢 你要做備份怎麼辦 你買一個磁袋機 買磁袋 然後你有一套備份程序 什麼時間做什麼事 什麼時候做Full Backup 什麼時候做Incremental 然後如果你是上市上位公司 你的這個磁袋每天要 每天備份的要送到30公里以外 免得失火的時候一起燒掉 我們就知道一個還蠻有名的銀行 在內湖上市失火 然後它是每天做備份 沒錯 所有資料都有三份備份 可是三份都放在一起 就放在主機旁邊 然後燒的時候就一起燒掉了 那怎麼辦呢 對 所以今天真正懂 備份該怎麼做的人 他可以來提供一個備份服務 所以不管是我在這邊裝個城市 或者說裝個硬體 怎麼樣的 我就負責把你的資料備份到 30公里以外 然後備份到兩個不同的地方去 不管出了什麼事 你的資料一定找得回來 這樣就好了 今天我用這個服務 是不是比我去買這些東西 訓練這些人更安心 所以現在有很多所謂儲存雲 對不對 台大也做了一個跟斗雲 這些服務就是讓你覺得說 我應該要上雲端 因為它讓我更方便 不是說我一昧地在那邊推說 我就是要虛擬化怎樣怎樣 那些很紅的名詞 但是它實際上使用者是不是有感 套一句我們政府在講的話 真正是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服務的話 人家自然就會去用 那當然最後一個才是 它以為真正是雲端的說 這個伺服器變成主機主領 可是這個主機的主領 你不要說現在租虛擬主機 如果是實體主機的話 其實十幾年前就有了 甚至 還不只 我 這個 可能我在中學的時代 那個時候大型主機也有主領的 對不對 年紀比較大的老師都知道 所以並不是今天才有的 只不過現在變成虛擬化而已 所以對使用者來講 雲端的好處到底在哪裡 很多人是講說我整病啊 節省了機器成本 其實那只是一小部分 還有其他這些 我一開始我不必冒那個限 說我買了這個東西到底合不合用 我要租的不合馬上退馬上換 很多人在用雲端的時候 沒有想到雲端其實是有這個特性的 然後 我說短我等待建置的時間 這個是機會成本 因為如果說我今天做一個研究計畫 要靠這幾台機器 然後我要先去年 我要一年前先變預算 我一年後才開始做研究的話 那 別人成果早就做出來了 然後呢 等到我不用的時候 我不必再花錢去把它清掉 我不必擔心說 壞了怎麼辦 我這個維修到底要花多少錢 那使用量也可以有彈性 而我會局限於我手上握油的資源 同時反過來對供應商也有好處 因為它這是租用的東西 它是一個持續性的收入 它不是賣完一筆就沒了 它可以提高客戶的忠誠度 只要你東西做得好 那你可以說有些服務的內容 比如說像儲存員好了 你資料存在那裡 你要把它搬出來還蠻麻煩的 所以你就不太會換 那而且呢在競爭的時候呢 這個供應商可以靠提升服務的品質 而不是降低價格來做競爭 因為你今天賣東西 然後就比價比比比 那等到下一次要再買的時候 就再來殺價 可是今天你可以說別人降價 但是我提供更多的服務 更快更大更好 你可以用這樣繼續把你的客戶留住 而且當你有新的產品 新的版本 你要自動升級比較容易 今天人家買回家 你說我有新的你要不要升級 這個多少會有點阻力 但是如果你提供這個服務 它反正每次來用用完就走 你升級了 對它來講 下次用到新的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同時呢這個供應商 它就很容易附加產品 一直加上去一直推 你每次來用服務的時候就會 看到有新的東西出來 問你要不要這些 要不要那些 結合起來會更好用 免費示範一下 今天如果是要賣硬體 你要讓它試用 你的成本還蠻高的 但今天如果是一個服務的話 你的這個incremental cost 其實是蠻低的 所以讓人家試用一下 很容易就可以再擴大你的市場 但是呢我們在系統設計上 也需要有所改變 才能夠做到這樣子雲端的服務 那以往大家在採購這些系統的時候 都是選Vender 我今天要Cisco 我今天要IBM 為什麼 東西壞了我知道打電話去罵誰 我知道叫誰來修 可是以後做雲端的話呢 我是叫做standard centric 我是有一套標準 而希望所有的東西都遵循這個標準 這樣我不管用誰的都可以 那以往的做法是叫scale out 是說我這台電腦不夠用了 我買一台更大的 CPU更快 擴數更多 memory更多 但是如果做雲端的話 我要做的是scale out 而不是scale out 當我不夠用的時候 我多買一台 而不是買一台更大的 我的軟體系統必須要能夠 面對這個狀況 因為你再大的電腦也有用完的時候 所以如果說我設計的是 能夠scale out的話 那我就不需要去考量說 我到底要選哪一個機型 理論上我選任何一個機型都可以 當它不夠的時候 我就再多買一台 所以硬體會變成所謂的homogeneous 就是所有硬體都長得一樣 我不必去想說HPA有25個機種 IBM有36個機種 到底哪一個才符合我的需求 我只要有CPU 有memory 有disk 有network 就好了 那傳統的IT系統呢 是期待我硬體不會壞 硬體會壞怎麼辦 我要求廠商把它做得非常好 非常堅固 非常穩定 然後有各種榮余設備 我的disk要用RAID 然後這個RAID5還不夠 要RAID6、RAID10 然後我的電源供應器也要兩個 什麼東西都要重複重複重複 重複的結果就是你用不到浪費 那今天雲端系統的話 你是要設計的 它期待它是會壞的 所以它要自動去從事 自動去轉移 要做Failover 要做Low Balancing 要做Auto Scaling 這樣才是一個雲端的資訊系統 而不是說我只是把傳統的資訊系統 搬到一個虛擬機器上面去 所以我需要允許分散處理 我需要允許平行處理 容錯管理 然後我需要允許彈性的容量管理 所以傳統的資訊系統 可能是我有一個Request進來 我到一個Service 到一個Database 做完結構 送出去 到了雲端的話 我要做的是 一個Request進來 我會有一個 High Availability Auto Scaling 的Low Balancer 把它分到很多很多個同樣的Service上面 然後他們去Database上面 找出他們要的東西 然後任何一個都可以答覆我的Request 這一個結構是Recursive的 這是一個Service 但是裡面每一個元件 它又是一個這樣的圖 不斷地重複下去 所以整個系統 每一個地方都有Redundancy 都有Low Balancing 那硬體要做Redundancy 我就必須裝兩台 兩倍成本 軟體的話 我只要兩份軟體 大家都知道 那個軟體的成本是什麼 是25個資源 對不對 就是一個License Key 那今天我做雲端軟體的話 我理當提供 這樣子的東西給人家 我的一個License 就是一整套Low Balanced 的Otoscale的系統 才對 而不是裡面每一個小框框 都要收一份License 所以這個Business Model 也會改變 那最重要的是 資訊系統設計的人才 必須要升級 很多人說 我去學.NET 我去學Java 我去學Oracle 什麼什麼 各種不同的東西 每一個東西 你拿到一個證照 但是那個證照 到底 是不是真的就能夠 讓你做出一個好的資訊系統 不是 它只代表你那次考試考過了 那雲端的這些應用服務呢 同樣的 你在未來幾年內 我們可以預見 一定有一大堆的雲端證照出現 什麼雲端網路管理 雲端資料庫設計 就把現有所有證照 前面再加一個雲端 那雲端那裡還可以加前面加中間加後面 所以一張變三張 那 但是重點就是說 這個觀念有沒有搞清楚 那 我們已經可以開始看到 有什麼 這個Hadoop certification 什麼這些東西 那些跟做雲端其實是沒有關聯的 OK 那 所以現在市面上很多人在講雲端雲端 說做什麼雲什麼雲 為什麼他們也說那是雲呢 但第一個是 有些是根本沒搞清楚的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雲端運算系統 跟雲端應用之間的差別 比方說 我們交通部講的交通雲 如果 它放在傳統資訊系統上面 可不可以跑 可以啊 它跑出來叫做一個 即時交通資訊網 你隨時可以看交通流量 哪個地方有堵車 但是如果它放在一個雲端的基礎架構上 那就有彈性 有容錯 這些就出現了 所以今天要做交通雲的重點是 它要做成一個 剛才講的 那樣子的一個 資訊軟體系統的架構 然後它才能夠放到一個 真正的雲端基礎架構上面 享受雲端所有的好處 不然的話 它只是一個即時交通資訊網 就像實價登錄網站 同樣環保署講的低碳雲 它是一個碳主機資料庫 醫療雲 它是一個電子病例資料庫 教育雲 它是一個互動式教學網站 基本上任何一個單一的應用計畫 它都不是雲端運算 它也許是一個可以放到雲端上的一個應用 但是如果你把這些全部合起來 放在研考會現在建的這個基礎架構上面 這個叫做政府雲 為什麼單一的一個不是雲 很簡單 雲要分享 你單一一個應用你跟誰分享 沒有分享就不是雲 即使你有動態 那是雲的五個特性其中的一個 但是還是不夠 因為你說我可以擴張 我可以縮減 那縮下來的東西給誰用 沒有別人用 那你沒有享受到雲端的好處 所以如果說政府把這些東西 通通合起來放在一個雲平台上 那這個叫政府雲 然後裡面有這四個應用 OK 同時在這個規格設計上也是 過去可能說我要採購十台伺服器 每一台是什麼樣的規格 多大容量等等 但是現在就開始改變了 所以我是要租用多少台虛擬主機 每一台主機有多大容量 這是第一步改變 但是這一點跟前面採購其實差別不大 因為前面東西我還是可以用租的 所以現在有這樣子一點改變 但是這個虛擬主機到底是多大運算容量 很多人沒有搞清楚 很多人在想說 我這裡要有一個兩個四個 或是多少個虛擬核心嗎 你現在去看不管到Amazon 到中華電線High Cloud到哪裡 看都是用這樣的單位來算的 那重點是說那個Compute Unit 到底是多大 那根據Amazon自己的定義是2007年的 1.0GHz的Octerol 的運算能量 OK 那今天你的實體機的一個Core 事實上是等於那個年代 大概兩三個Core的運算速度 假如說你用現在Sandy Bridge 它的假設2.4GHz的CPU 然後你有六個Core 這時候你真正去計算的話 你是要看比如說有一個Score 叫做Pessmark 就是說你的CPU運算速度 到底有多快 去換算 就發現一個這樣的CPU 可能等於18個Compute Unit 等於Amazon的18個Compute Unit 那所以這時候你就知道說 我這個虛擬主機 事實上是要用這個Compute Unit 來定義的 那怎麼樣去決定我要用多少呢 就需要有一些工具 來幫你評估 或者說你自己評經驗 不管你是用Profiling 或者說你自己過去RUN的 這個歷史紀錄來看 說我RUN這個Application 大概需要多少個Compute Unit 然後需要多少磁碟容量 所以現在有些廠商 就建立一些這樣的工具 幫助你評估你的Application 到底要用到多大台的虛擬主機 或者說要用到多少台虛擬主機 所以就會從 豬虛擬主機變成豬Compute Unit 你算得更精準 因為每一個虛擬主機 到底多大是不一定的 但是Compute Unit 它是一個固定的單位 同時呢 你也不應該說我每一台虛擬主機 多好記憶體 因為我不同的虛擬主機之間 也可以分享 現在所有的這些豬虛擬主機廠商 為什麼把它切成說 我是一個Compute Unit 四個Gigabyte Memory 多少Disk 然後這是小型的 中型的就怎樣 大型就怎樣 因為它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 它不知道怎麼評估 說我的記憶體到底是不是要那麼大 可是我們可以預見的是 現在已經開始有一些技術承受 開始幫助你評估說 我也許我的CPU要多用 但是Memory少用 然後Disk不用 所以以後的租用模式 就會再改變 再改變成這樣 就是說我原來是以虛擬主機為代 會一台一台切得很清楚 現在是這些虛擬主機 又可以把它資源合起來 那再下一步是什麼 是我如果租了這麼多 一直放在那裡 就24小時都開著 那我沒有省到 所以我應該是 我租多少是我的 用發電的這個數據來講 我的機載 然後我的風載 是另外有彈性的 我要求它幫我保留 說我需要這麼多的話 你要能給我 但是我現在不用租 很多人租虛擬主機就是 租了一台就丟在那邊 一天24小時開著 一年365天 那你絕對賠錢 絕對比自己買一台 是更浪費的 為什麼 不然Amazon賺什麼嗎 那如果說 這個雲做得好的 用得多的單位 最後會變成怎樣 它會反過來從公有雲 再拉回私有雲來 因為它發現說 我自己去 我自己建 當我用量大到一個地步 以上的時候 我自己建一定是比租的 要花得來 所以像現在已經發生了 ZINGA是最大的 線上遊戲公司 它本來都是租Amazon的機器 在過去兩年內 它整個大翻盤 它本來是80%租Amazon 20%是放在家裡 過去兩年它把整個翻過來 現在變成80%在家裡 只有20%租Amazon的 OK 好這個是今天演講的第一個部分 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提出來 待會我們再繼續講第二個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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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他有Low Balancing 有Fail Over 當你一個東西掛掉的時候 我自動有別的東西提 不是資料備份而已 因為你資料備份 你要把它撐回去 要花很多時間 他現在是服務完全不中斷 使用者完全一點感覺都沒有 所以不是備份 就能夠解決了 現在當然第一步是資料備份 第二步是所謂的服務備援 就是當我這台主機 盪掉的時候 上面本來在做的這些服務 能夠在別的地方繼續下去 那服務備員的話 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是MTDR Mintime to Recover 大家平常很注意的是說 我多久會盪一次 這個叫MTBF Mintime between Failure 那比如說我可能 我說一台很好很好的主機 我三年盪一次 MTBF是三年 可是如果盪一次 要修理三年才修得好的話 我的MTDR也是三年 那我的所謂的Availability 就是二分之一 只有50% 那今天雲端系統講求的Availability 很多是講有幾個9 就是99.99% 像Amazon它是保證 它的年Availability 是99.95% 也就是說 一年可以盪252分鐘 那Google的Availability 也是99.95% 可是它是每個月 也就是說一個月只能當21分鐘 那這兩個東西差別在哪裡 你知道嗎 同樣是看起來是99.95% 差別在哪裡 Recovery time Recovery time Recovery time 我可以是 基本上它的比例是一樣的 因為Availability是 MTBF除以MTBF加MTTR 對不對 所以這個比例上是一樣 差別是在於說我前面11個月都沒有當的話 我第12個月可以當多久 如果我每個月都要99.95%的話 我第12個月還是只能當21分鐘 但是如果是年度要求99.95%的話 我前面11個月沒當 我第12個月可以當252分鐘 所以大家同樣看到說我的Service是幾個9 你要看說它是用多長的時間來算 假如說我每天要99.95%那不得了了 我任何一天都只能當幾秒鐘 那同樣的像Amazon說它的Data的Availability 它的S3Data的Availability 是年度Availability是8個9 是說當我有那麼多個Object的時候 我可能會有一個搞丟 我有10的8次方個Object的時候 我可能有一個搞丟 在一年內可能會搞丟一個 但是如果說是我今天要求的Availability 是以月以日以小時為單位來算 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今天我們可以說 今天我的系統 我這個Availability我要做到12個9 有沒有可能 我可以誇口說我可以做到12個9 但是要以100萬年來算 那你沒辦法驗證 因為你不可能看這東西看100萬年 我今天就算當了很久 但是如果算100萬年的話 我12個9裡面是有這個quota沒錯 所以大家如果是學服務管理方面的 其實這方面可以花點功夫去研究 就是說我的服務品質 很多所謂Service Level Agreement 要怎麼樣去定才合理 過去沒有雲端的時候是怎麼訂的 現在有雲端要怎麼訂 然後要怎麼樣去驗證 這些都還是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 那回到你剛講的那個 它就是說除了說它有備份有備員之外 備員的重點就是多久能夠恢復嘛 那如果說是感覺服務完全不中斷的話 意思就是在一個packet送過去反應回來的 這段時間內我就要備員完成 因為備員要啟動 這是蠻難的 但是如果說我允許中斷7分鐘 那我可以說我這邊斷了 我趕快再開一個VM 趕快再開一台機器那還來得及 如果允許中斷一個小時那也許說台北這邊斷了 我把台中那邊接起來 把台南那邊接起來 那這叫所謂的異地備員 就是說你可以承受多大的輸入 然後你多快能夠恢復你的服務 那Netflix裡面它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這些設計 就不只是軟體、硬體還有這種服務模式的轉移 這些應該說服務的轉移模式 這些方面設計 甚至它可以做到什麼 它比它的供應商更可靠 聽聽你說我一個遊戲我要做到八個九 但是我的電線上只有四個九怎麼辦 這個中華電信或者遠傳或者台灣顧網 它就是當了那我怎麼辦 跟頻寬沒有關係 是跟這條線的服務品質有關 那意思就是說我的使用者這一年之內 要連我的魔獸連不到的機率有多大 那它怎麼做到的呢 很簡單 我就三家都用 所以當你透過一家連不到我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別家連到我 所以任何一家當我的服務還是通的 所以你每一家都是四個九 我兩家就八個九、三家就十二個九 當然限制條件是你這三家的四個九沒有關聯性 不會有幾大 所以這個條件機率的計算是很重要的 大家統計要好好學 紀律跟統計要好好學 同時呢 它怎麼做到這一點 它做出來到底是不是可用 在Netflix裡面自己有一個團隊 它叫做Chaos Monkey 制造混亂的猴子 這群人的任務是什麼 就是每天到資料搜集裡面隨便拔線 隨便抽電源 隨便拔網路線 看看整個系統是不是還能正常運作 當然這不是它唯一的工作 這是它工作的一部分 這個叫做什麼叫QA嗎 Quality Assurance 你的軟體說你能夠移轉 那我就看看 你的軟體跑在這幾個上面 我就把一台拔掉試試看有沒有移轉 所以重點 關鍵的一句話就是服務自動轉移 它怎麼做到 如果要回答你這個問題 你Netflix怎麼做 它不是備份 不是備員 不是備什麼什麼 不是多買一些什麼 是整個系統的運作模式 設計到服務自動轉移 就像今天要舉一個同學 比較切身的例子的話 今天你想吃7-11的關東煮 你怎麼確定你要吃就吃得到 那你樓下有一家7-11 所以你想吃就去那邊買 可是今天萬一它賣完了怎麼辦 萬一它停電了怎麼辦 所以你自己就要找出三家7-11 不是說7-11的服務做得有多好 而是在於說 使用這個服務上面的這個管理系統 它能不能夠把這個服務自動轉移過去 那我今天住金門我春節要回家 那我就是去排隊買飛機票 那可能買不到 那我是不是同時試試看訂船票 然後怎樣 如果我要保證我能夠回得去 這事對我是那麼重要的話 那我就多準備幾套不同的方案 就是在A計劃B計劃C計劃 當然這是要成本 所以每一個酒都是要很多錢去買來的 剛才講的是Netflix 我講到Zingar去 不過這兩家都一樣 他們的運運方式都是一樣 Netflix它租片也是一樣 Zingar也是一樣 都要同樣要達成這些 這些服務自動轉移的這個運運模式 才能夠滿足他們使用者 那很多很多產品賣不好 並不是它的功能不夠 大家抱怨最多都是它壞掉 今天你一個產品功能再好 它如果是壞的 它就沒辦法用這些好的功能 所以以後大家在設計服務 設計產品的時候 一般人都是想正面的 我好的東西有多好 而不會去想負面 我壞的東西有多壞 最壞的狀況是怎樣 最差的狀況是怎樣 所能發生最嚴重的事情是怎樣 這一方面也要設計好 讓這個有問題發生的時候影響減到最小 其實很多時候客戶的滿意度 並不是來自那一頭 是來自這一頭 很多東西的使用上 我不是要多花俏多漂亮 是不要出問題就好 我要用的時候就有 對很多人來講 比如說我的手機 我不一定要玩那麼多奇奇怪怪的game 我要螢幕要多搭 重點是你電話不要一直斷線 所以這是設計的兩個層面 你要看客戶的需求是哪一個方向 你往哪個方向去做 今天玩game來講 當然花俏是很重要的 但是一定要先玩得到再說 看電影是一樣 你這個畫面多漂亮 但我要先看得到再說 那它的整個系統設計上就做到這一點 對不起你一句短短的問題 我答了這麼長 請問一下你說這個Netflix 跟Zinger他們是 後來就自己買一次的表情 那像招到司機網上什麼事呢 好 這是另外一個很有趣的business case 那個Netflix 其實他不在乎租Amazon的社會 多花的錢 那因為他絕大部分成本 是來自買片的版權 那租Amazon的社會 只是他成本很小一部分 所以他不在乎 那Dropbox的話呢 相反 他絕大部分的錢 是花在租Amazon S3上面 那Amazon S3的容量 大概95%是Dropbox買走 那如果你去看Amazon S3 所以有公布出來那個用量的成長 過去三年 剛好就是Dropbox的成長 所以對於Dropbox來講呢 他因為他自己還沒有能力去開發一個那麼穩定的系統 所以他用Amazon S3來做他的backend 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一兩年前已經開始很努力的要建一套這樣的系統 因為那是他最大的支出 他99%的支出都在那上面 那尤其是他現在又開始說 一個人送25機 對不對 最後是不是台大贏了那個比賽 那25機 台大最後拿了多少帳戶 4萬個是不是 4萬乘以25機是多少 一個petabyte 對不對 Amazon S3 一機一個月是12千美金 你可以算一下一個petabyte 是一百萬個Gigabyte 對不對 所以是一個月就12萬美金 光台大就吃掉這個 就吃掉它一個月12萬美金 那他辦這個比賽之後 他每個月大概要多花好幾百萬美金 我相信他跟Amazon一定有一個特殊的discount 那Amazon事實上這上面也是獲取利潤非常高的 事實上我接下來馬上就要講這件事情 下半段的演講馬上就要講這件事情 不過在開始之前還是 關於這一段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提出來 就假設你是政府 不要忘記什麼 你會希望看到的是什麼 你會希望這些廠商提供的資訊是什麼 今天假如說我是這個承辦人員的話 我會希望第一個是 這邊有沒有PV 這邊有沒有PV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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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沒關係 這樣剛好我就只能回答問題 我會希望看到第一個是怎麼樣不讓我被FIRE掉 所以你要有服務保證 這是第一個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要看到你的服务保证 那今天我如果不是这个承办人员 我是在上一层的这个事务主管的话 我要看到的是你怎么样省钱 如果我是在上一层的政务主管的话 我要看到的是你能够为我制造出什么样的政绩 扶植国内产业 节能减碳等等 把这些全部结合起来 才能够写出一份完整的RFP吗 所以这一份里面一定会讲说 你要如何配合政府政策节能减碳 扶植国内产业 然后促进技术升级产业转型 扩大利基增长输出 然后呢中层的就会说这个要成本效益分析 然后ROI是多少 然后为政府节省了多少预算 然后提升了我的行政效率 然后呢下层的就会说你要我要你提供99.95的availability 然后要有七层的安全防护 然后要有这个各种防毒软体 然后各种资案措施 然后你要通过ISO 27001的检验 然后你机房要24小时有值班人员 随传随到任何故障要在三分钟内修复 那等等等等这些 今天政府员写出来的表演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请问一下 在以前企业它那个critical application 为了这个事实 它会进行另外一个Site 不是说这个通用过程 或者是做high-on-the-failability 而是在另外一个Site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如果零端这个服务的提供 它这个Site之间就有X-Cit 不会浪费 OK 好 这个叫异地庇源 基本上像在三年前 那个政府云端产业指导小组 第一次开会的时候 那就由公司提出来说 他们要建超大型的资料中心 因为这个云端大规模这样子 可是那样的话 你就把所有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那同时经济规模也不对 因为你要把那么多的电 送到同一个地方 其实是很困难的 要很高的成本 所以我就提出来说 应该是要建好几个中型的资料中心 而不是建一个大型的资料中心 然后我期待每一个损坏的可能性是多少 今天假如说我只有两个资料中心 那假如说我今天需要capacity是100的话 那我随时要有100的capacity 那如果说我建两个资料中心 那就是100加100 其中一个dump的话我另外还有一百 但是我如果建11个资料中心 我每一个只要有10 这样的话我任何一个坏了我还有一百 所以你说怎么样不会浪费这个容量 很简单 就是真正分享这些资源 我有11个资料中心 然后任何两个资源都可以互相备员 那我平常可能有10个在run 其中一个备员或者是说用raify的方式 就是说我的备员是每一个资料中心里面有1的容量 是备员容量 我每一个资料中心里面有9个单位在跑 然后有一个备员 那当我一个坏掉的时候 另外9个的那一个备员就启动来接替 这样就不会了 这样的话我的overhead只有10% 如果说我建100个资料中心 每一个都是1的话 那我只要建101个 我的overhead就只有1% 所以今天说我要建大规模资料中心 不是建一个大规模资料中心 而是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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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互相能够备员的资料中心 那这种异地备员当然在技术上目前有一些问题存在 比方说VMware或者其他的直接virtualization的solution 他都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必须把你的VPN layer2 network extend过去 因为他说你的转移就是IP address的转移 那IP address的转移还能通 你必须是同一个layer2的网段才行 但事实上是不需要的 事实上是只要 今天是因为你的云你是用layer2来建的 你可以用layer3来建 今天我的服务要通 我用DNS来解决 那我的DNS呢不是传统的DNS 是符合cloud精神的DNS 传统DNS是说我的一个name to IP lookup 我会存起来cash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之后才会去重新做一次 对不起在后面 四个小时之后才去做一次更新 那这个就是因为以前的DNS没有想过这种情形 那以后cloud的话他的DNS一定要考虑改变这一点 我任何一个service我要找另外一个service 刚才讲到每一个service都用别的service 我不应该用IP address去找 我应该是用name去找 那所以这个在技术上也是 其实是一个新的需求 就是我需要一个cloud的namming service 那其实这一点的话 以前在做middleware的时候 就已经很多厂常做过了 middleware这个东西就是我一个service 怎么找到别的service 那现在把它扩展到云的范围上 而不再是过去一个封闭系统之内 让你能够做到服务自动转移 我只要把那个名字切换过去就好了 所以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那现在一般的做法是说 我VM要从这台实体机转移到那台实体机 那我的storage怎么办 所以我就用一个NAS 那它才能够自动转移 我的storage要分离 事实上是不需要的 我可以做一个分散式的储存系统 那这个分散式储存系统是 网络上任何一点都可以取得的 那我就不必特别有一台storage的机器在那里 通常那都是蛮贵的 那资料呢 你可以说我要移转过去 我也可以说我本来就有备份在那边 所以呢 你的服务移转 我的资料自动也就移转了 而不需要去特别做一些备份啊 什么这样子的事情 今天如果我只有一个raybox在那里的话 我就必须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不是 我是有这个资料本来就分散储存 本来就有备份的话 我就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你刚才讲的意思是说 我的这个 这个分散的部分 我可能是10加1 但是我质量的部分 可能是3加1 就是说用这种方式 这个质量的 然后中间的这个资料 就是我的实体资源的 redundancy是一回事 那是一个layer infrastructure layer 然后我的 所有资料转移啊 这些 这个其实在platform layer上面 所以这个layer的redundancy 又可以跟底下的是decouple 是分开的 然后我的application的redundancy 又是分开的 每一层都可以独立做自己的 那个lindal运作模式 会提到它从原来的80%放到Amo 后来转到只有80%的分别之间 那这样子的平坡跟运作模式 它的平坡能在哪边 后来是这样比你更常态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刚提到那个 它这种无键的模式 因为像刚刚提到那个 它是用这样自己来做DR3 的确就是说 一般的企业不可能 自己去见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 一群企业可以合起来做一个分享 那刚好这里 我就直接导入到 我下一段的这个演讲好了 那就是说云南运算的价值 到底在哪里 像刚刚讲的这种 Zingar它要做这样的事情 它为什么这样做 那这个是刚刚已经看过的 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虚拟化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七台Zingar变成四台 然后所以我的这个 资本支出减少43% 我的用电可能减少25% 那下一步呢 因为前几年大家讲云南运的时候 都是在讲这个主机整病 可以省钱 那省了之后 那又怎么样 就这样结束了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要很会杀价其实就可以了嘛 所以就有人说 你可以搬到公有云上 你可以省更多 这是前两年很热门的宣传 那这些厂商呢都会 名字写出来的 这是Microsoft的图 它说Economy of Scale 它说你做私有云的话呢 你的单价是这样子 如果你做公有云 你可以省更多 真的是这样子吗 的确是这样子 因为Microsoft不会乱讲话 一定有一些根据 可是它根据的是什么 就是Microsoft自己的私有云 自己的公有云 那也就是说 重点是它自己的私有云 卖得太贵了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 它公有云的这条线 到哪里才平掉 到十万台server才平 我们真的做过的人知道 你Economy of Scale 不会需要那么大 照说你几千台server 那个曲线应该已经平了 后来Microsoft要找我 去当Azure的Architect 他们说要做Azure Appliance Azure是Microsoft的 那个公有云平台 他说要把它变成一个Appliance 我说OK 所以你要做一个电瓶箱 这么大一个机柜的东西 他说不是不是 我们是要做后柜 货柜大小的 为什么 因为Azure最少 要两千台server才能跑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两千台server那不叫Appliance 那个叫做火车 对不对 那就是他们的设计上 他说我们很努力地 想把它捡到一千台就可以跑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今天要做的 这个Public Cloud 他不是像VNware那样 租一个Cloud就算了 Azure他要提供的是 Microsoft所有的Service 所有的Software 全部都在上面 那今天这个Appliance 就只有Microsoft可以Run 你别人 任何人都没有那个Economical Scale 有谁要用到 Microsoft那800种不同的Software 大家以为Microsoft只有Windows跟Office 不是 Microsoft大概有800多种不同的Software 他有做CRN 大家知不知道 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 那Vizio 很多人知道 Microsoft Project 很多人知道 但是一般人提到Microsoft 不会去想到这些 所以还有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 这是很多年前的东西 Windows是第一个Benchmark程式 所以如果要把Microsoft 有史以来所有的软体 通通变成服务在上面提供 的确是要2000台Server 才跑得动 所以2000台Server的时候 它的Skills才到这里而已 那之后加上去的 才是你的Application 所以第一个是说 它的Skills弄得太贵了 它的Mcloud 它的Hyper-V 卖得太贵 那第二个是它的公有云 因为要 它不是做Infrastructure而已 它是做Skills弄得太贵 包含在内 所以它的Skills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号 就是说 我上风云真的有这个 Economical Scale吗 我的Application只用到 这么一点点东西 那我需要建到那么大吗 那Microsoft的理想是说 只有你写的程式拿上来 其他任何Microsoft的程式 你都不用拿 所以你的一个Virtual Machine 不是500个Gigabyte 甚至不是2个Gigabyte 而是可能2个Megabyte 因为只有那个部分是你写的 别的都是Microsoft SQL Windows Office等等 Visual Studio 你通通不用Copier 通通不用带上来 只要把你写的那一小段带上来就好 OK 那好吧 你说Economical Scale 那我们来试试看 到底Cloud花多少钱 假如说你自己买一台DELL server 这个R610算是蛮正常 不是特别高档的 就是普通的server 96Gigabyte Memory 两颗5645 这是前一代Westmere的CPU 不是最新Sandy Bridge 不过差异没有很大 然后它可以跑 这个16000个Passmark 我买6000块美金 每个月花100块租场地 租这个场地是包括了 用电空调 24小时的管理 全部都包了 一个月100块美金 多的话还可以打折扣 所以三年下来 我花9600块美金 我如果去租Amazon 因为我要很多Memory的话 它要这个M2 Extra Large 这个Instance才行 它最大也不过 34个Gigabyte Memory 然后有13个Compute Unit 刚讲过等约2007年的 Otheron一个Gigahertz 它每一个Compute Unit 是400个Passmark 所以我租了一个这个 是有5200个Passmark 一个小时一块钱 三年下来我花了26000块 也就是说 我只拿到三分之一的资源 不管CPU Memory 差不多都是三分之一 可是我要多花三倍 我要花三倍的钱 也就是说Amazon租这个给我 它赚了八倍的钱 它的Profit Margin 不是台湾这种毛三道四 它是90%的Profit Margin 所以说 可是还有网路 我自己家里没有那么多频宽 所以我要用Amazon的 对不对 好 那频宽到底花多少钱 我如果在美国矽谷 去租一条一个Gigabit的专线 一个月我可以传324个TB 一个月1000块美金 也就是我每传一个Gigabyte 大概0.3分美金 那我如果去租Amazon 我资料传进去不要钱 传出来每一个Gigabit 要7到12C美金 这个是20几到40倍的价差 就算说 我那条专线 我没有100%用到 我只用到10%好了 也是两三倍的价差 所以 租的真的比较便宜吗 没有啊 公有缘没有比较便宜啊 除非是什么 除非你是租一个tiny instance 就是说你租的量 加不满一台实体机 这时候你买一台实体机 就让它飞掉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是9倍 也就是说你只要租到 就是你的用量 只要到九分之一台实体机 你就不赔了 所以呢 你要上工有缘吗 除非像刚刚讲的那种状况 就是你用的很少 你小于九分之一台实体机 而且呢 你是开开关关的 你不是724 365天这样子开 那这是美国能源部 做了一个评估报告 说要不要上工有缘 他说不管这个 所有的这些条件 economy的scal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等等等等 因为能源部自己用很多 伺服器 所以他已经有这个economy scale了 所以他发现如果去租的话呢 大概要多花三到七倍的钱 就他自己的资料中心 他自己违运这样子 只要三到七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的钱就够了 所以他说 我们不会搬上工有缘 但是我们会继续观察 也许哪一天 他价格降下来合理的话 我们再去用 所以为什么国网中心 不去租highclub 国家高速计算中心 他已经自己的用到满 对不对 所以他去外面租 绝对是还不来的 那比如说 还有些其他考量 像Amazon有提供什么 HA服务 autoscaling服务 low balancing的服务 这些都是可以租的 对没错 都是可以租的 不是免费的 租这些都是另外要再付钱的 你如果自己写的话 写了一次 开发一次以后就一直用 不用再付钱 租他是每个小时都要付钱 所以 这个云端预算的好处 到底在哪里 假如说你没省到钱的话 假如说你去租公邮运 没省到钱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租公邮运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要租公邮运 第一个是机会成本 大家管理学院的同学 有没有人不知道 机会成本是什么的 不知道马上当掉 OK 机会成本就是你同样的资源 拿来做别的事情 所能够取得的利益 不管是时间或者金钱都一样 那这个又是Microsoft的分析 他说这个成本降低那么多 这个是一个大问号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那但是呢 提高 这个 可以变成零 这是很重要 我这个服务是24小时不中断 而不是说 每隔一个月就会收到一个通知说 我们这个服务会停机几个小时 那很多银行都会这样子 说我们的系统什么时候要停机服务 所以那段时间不能用 但是如果用云端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消除掉 因为它可以转移 所以任何地方需要维护的时候 就先转移到别的地方 这边关掉维护就好了 那同样的呢 当你需要取得新的资源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拿到 不用在那边等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更重要的是什么 有些事情你本来做不到的 现在可以做得到 比方说你有一个运算 需要1000个CPU小时 传统的做法 你自己只有一个CPU 怎么办 你花1000个小时慢慢算 但是如果能够用云端来算 你可以瞬间掉到1000个CPU 然后你就一个小时就把它算出来 甚至有些东西是分秒必争的 比如说现在消防署下一个 就是政府的第二个云端案 消防署的防灾云 你说奇怪 消防跟云有什么关系啊 今天假如说有一个大台风来了 忽然之间消防署 它不只是消防而已 救灾都是它负责的 它必须去监督 监视各地会不会发生土石流 它怎么做这件事情 它埋了很多地下听音器 然后这些有一个固定的运算模式 地质系的同学 有没有 有人在这里 没有 它去分析地下听到的声音 它可以判断会不会发生土石流 但是这个需要运用大量的运算资源 这非常复杂的计算 可是平常没下雨 没有台风的时候 它根本用不到 所以消防署它要做一个这样的防灾云 就是去分析 还有比如说地震的资料 会不会造成海啸 要监视很多气象资料 就是平常都用不到 但是一旦有特殊状况发生的时候 它就要做很多很多的运算 那这个东西 假如说你听到土石流 花了三天算出来 小林村早就不见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十秒钟内 就是说你收到这些资料 你能够在十秒钟内算出来说 三十分钟后会有土石流 赶快通知大家快跑 这就可以救很多人命了 可是如果你的运算 如果你没办法瞬间调到这么多运算资源的话 就办不到这一点 我有时候还开玩笑是说 这个对于一个政务官来讲 最宝贵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是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 这个其实两面都可以用得到 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政务官 他听到对方的问题 如果能够马上去资料库 查一堆东西 把答案找出来的话 或者是说听到对方的答案 马上去查出来说他在说谎 他一年前明明说了什么话 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这个应该有一个政治语 让所有这些政治人物 随时可以直接让语音识别 把对方的问题输入到电脑里面 然后送到后端 马上把所有相关资料找出来 用人工智慧 然后找出正确答案是什么 然后马上把对方打败这样子 这个就非常有价值了 下一次总统大选是四年后 看看大家有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这样子的 让这个总统在辩论的时候 带个耳机随时喂答案给他 还有什么呢 失败的代价 建一个系统来验证他 可是建一个系统要花很多成本 如果失败了我那个系统就白费了 所以以前开新创公司需要蛮大的投资 因为我都要买server 来run我的软体 可是今天如果说我可以用云端的话 我的想法不错 我租一小块来试试看 不行马上收掉 我的损失很小 所以过去三年来 美国矽谷的创业投资案增加了三倍 但是每一个案子的金额减少了三倍 那我可以try更多更多不同的idea 如果那个idea是错的 我就赶快把它收掉 所以呢 不是只是节省那些硬体的成本 或者节省电 所以在1910年的时候 纽约时报就做过一个比较说 汽车跟马 那时候汽车刚出来 他那时候做分析说 汽车跟马的成本到底怎么样 那我如果说是开一辆车的话呢 我要多少汽油 多少机油 累积起来 然后还有我的车子会折旧 所以最后算下来我开了一个礼拜下来呢 我每一个人走一英里花了多少钱 然后如果是马的话呢 每天要吃多少饲料 用多少甘草 然后马也会折旧 因为他寿命是有限的嘛 所以最后呢 这个每一个乘客 每一英里要花多少钱 然后算起来说 汽车比较便宜 所以应该用汽车 但是汽车的好处是他比马便宜吗 不是吧 它的好处是什么 你以前办不到的事情 现在办得到 以前你不可能住在新竹来台北每天上班 如果没有这种高速交通工具 不管是汽车 高铁或者是捷运等等火车 如果没有这种快速的动力交通工具的话 你一百公里外 你走一天都走不到 更不要说每天来回了 但现在可以 所以不同地方的人才可以合在一起上班 然后创造价值 那甚至视讯 很多人说视讯其实最赚钱的是什么 是那个色情行业 可是如果你今天考虑在企业营运上 假如说我每次开会需要跑一公里 两公里 或者说一百公里 那这个时间都花在路上 这是机会成本 你以前不可能 这个一天在台北开会 一天不可能同时 不是同时 一天之内不可能在台北高雄跟香港 各开一个会 现在可以了 那这张图是什么呢 对我还没解释 这是美国拥有汽车的人 拥有汽车跟 拥有汽车的数量跟住在郊区的人口的比例 完全过去这七八十年间完全成正比 我有了汽车让我可以住在郊区 然后到市区上班 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然后重点就是我现在可以办得到这一点 以前办不到 所以用云端 大概是说可以节省成本 但是这个节省成本 其实是你把主机整并就可以做得到的 为什么 你现在说虚拟化 做的是什么事 是让我可以在同一台主机上 跑很多的不同的伺服器 每一个伺服器是什么 是一个Unix process 或者是Windows process 这些作用系统本来就是多工作用系统 它本来设计就是可以同时跑好几个城市的 我为什么还要虚拟化 我就把它装到同一台就好了 有些人讲是说 有的时候 一个城市荡掉了 会拖垮整台机器 不像别的城市一起荡 所以我要隔离 但是学过作用系统的同学就知道 作用系统本来就是要负责这件事情 要负责隔离 要负责隔离 本来就要做到的 我有一次跟一个Garner的分析师 就在两年多以前 在一个云端的市场研讨会上面 他就讲说这样的 那我就说不对 明明你只要主机整病 就同一个作业系统就好了 因为有些作业系统 写的不是那么好 还是会当机会影响别人 哦 那个作业系统 好吧 那你自找的 那 而且呢 你说节省 但是你还是要很小心计算 你的total cost of ownership 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省到 因为那里面变数非常的多 你今天主机整病 你硬体省到了 那软体呢 你用来整病的VMware 那些软体是要钱的 所以加一加你可能没有省到 那 今天这些软体公司 它的value proposition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你省硬体的钱 所以它就要分一些这些钱 去年全年 全世界有很多很多 这个service provider 原来是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现在开始变成cloud service provider 所有的public carrier 就是电信公司 去做这个cloud service provider的 平均获利率是3.8% 非常少 为什么 钱都被VMware赚走 他们真正 因为大家的想法都还是 我是要carrier quality 我要6个9 那所以我一定要用多好多好的系统 如果你用那样系统 当然是赚不到钱 那获利率还有3.8% 是因为其中有一些人用的是open source的系统 它软体不要钱 所以它才有获利率 凡是用VMware全部赔钱 那Amazon为什么能赚钱 它自己写的 它用Zen写的 所以它没有付钱给VMware 那所以使用云端呢 更重要一个是增进你的灵活度 节省成本只是一小部分 你能够很快的取得资源 然后放掉 放出来资源给别人用 减少别人的机会成本 然后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可以做得到 然后你可以不断地去试新的东西 那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最不会经营的人 才是去设法控制成本 最会经营的人是创造利润 所以重点是 你怎么找出新的这个利基 而不是怎么在现有的 一点点的已经销到毛三到四 还要设法在那边拼命挤出来 OK 好 假如说云端这么好 然后为什么大家还没有通通上云端 如果看过我的那个TEDX演讲的 后面就差不多是那些 就是这个就不用再重复了 这五个特征 所以呢 这是刚刚讲的 从这个传统的 Enterprise到Cloud之间想法的改变 所以呢 使用者的想法要改变 它不能再像传统Enterprise 或者政府机关那种想法 然后呢 这个刚讲的 Vendor-centric 要变成Standard-centric Scale-up 要变成Scale-out 这个 期待硬体不会坏 要期待它会坏 所以呢 写程式的人的想法也要改变 以后要写这样子的程式 而不是那样子的程式 OK 好 这是第二个部分 大家有问题 欢迎再提出来 大家如果看过 Telex演讲的话 其实刚这两个要改变的 还有第三个 看一下在哪里 这是Telex演讲 第三个要改变的是 台湾的IT产业 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看到很多分析说 这个云端产业的这个产值 几年内会增加到多少多少 几百亿几千亿几兆 可是这数字怎么来的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新兴的产业 没有任何历史可循 那大家都是看Garner Forester IDC 这些的分析 可是这些人怎么分析的 我真的去跟他们谈过之后 发现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就做一些访问 CIO 说你什么时候准备上云端 六个月 十二个月 三年 五年 然后你的预算有多少 你大概有多少百分比 会用在云端上 每一个人都是随便猜的 最后把所有猜的数字加起来 他就说 OK 云端会有这么多 因为照这个趋势 看几年内会有多少IT的预算 移到那边去 准不准是因为 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是这些是从传统IT的预算 移出来的 所以传统IT的产值会减少 刚讲了 就是说 你说你会有五兆 云端产业五年后有五兆产值 今天你的硬体产业 有七兆产值 五年后剩下四兆 另外一兆跑哪里去 软体 就是另外那兆是哪里跑出来 是软体跑出来的 所以 你对传统IT的减少 那三兆没有人去讲 大家只看到 有五兆出来 少了三兆没有人去讲 然后呢 少了三兆是硬体产值 那多了一兆是软体产值 那所以硬体厂商会卖得更少 有些人说他卖得更多 但是更少的人都在那边点点不敢讲 今天比如说我们知道 叫的最大声是谁 广大 广大说 去年云端伺服器出货超过百万台 然后我这个多赚了几百亿在这上面 然后那些生意减少的 那个音乐达红海 在旁边就不敢讲话 因为基本上 他的生意是哪里来的 他去做Facebook 做Google 做这些生意 那是把HPDEL抢走 因为那些人原来买HPDEL的 那HPDEL跟谁买的 跟音乐达 跟微创 那所以那边减少 那也许账面上看起来没有减少 是因为整体成长 所以别人的成长少了 别人也许没有 就是绝对只没有减少 但相对的 本来可以增加更多 所以你只是 本来OEN ODM 现在卖Direct 这是一个临时性的增加 因为等到大家都转成这样之后 就停了 所以你拿了半天 你是拿到别人的 并不是新增加出来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是用软体来节省硬体 那这些软体的钱谁赚走了 VNware Microsoft 台湾厂商没有赚到 因为台湾在这方面的软体实力 还差人家太多 那这些东西 就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 台湾为什么现在没有人会做作业系统 玩Linux那不算了 那是你拿来改一改 写了Device Driver 那不能算是会写作业系统 因为过去20年 所有作业系统的公司 全部都被Maprosoft宰掉了 还有谁在做作业系统 Sun做一个Solaris 现在也活不下去了 Apple做一个iOS自己用 那是因为它使用者 因为Apple的使用者有这么多 人家买它并不是买那个OS 是买它整个user experience Apple的user experience做得好 所以它的OS可以活得下来 全世界还有谁在写新的作业系统 没有了 所以要找作业系统人才找不到 这其实不只是台湾的问题 全世界都有同样问题 那VNware的话 它算是一个作业系统 它刚好云端起来的 它大赚钱 可是它靠的是什么 就是它过去十几年累积的研发经验 那今天台湾我们看到很多 在教云端的 有些甚至一个暑期课程 就宣称可以教会云端 那个离这个距离还非常非常的远 今天想要有真正能写作业系统的能力 至少要下五年以上的苦工 今天我们在台大赞助这个云端应用学程 我们也不敢说让大家出来会写作业系统 我们这个叫做云端应用学程 让大家能够设法去写云端的应用 真正云端的作业系统 那个是要有人等于是愿意这个顿入空门 这个清灯古佛 这个十年二十年才能够培养出这种实力的 但是我们还是得做 即使现在做出来的东西没有别人好 我们还是要做 这就像什么 我们国家要不要做经过号战机 当初大家都说 你做出来性能也不会多好 要花那么多钱 可是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做经过号战机的话 后面就买不到F16跟幻象机 因为你有了 别人价钱就只好降下来 或者说你有一个还可以用的东西 别人就说 那我更好的拿来卖 假如说国家当初没有花那些钱 去做经过号战机的话 今天台湾就没有F16 没有换下2000 虽然说最后还是买国外的 但是至少你现在买得到了 如果没有做 你想买都买不到 有钱都买不到 所以台湾的厂商要开始想 就是英文有句话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就是说要突破这个框架 那这句话是literally 我们就讲它字面的意思 box 台湾的硬体厂都是做box的 不管你今天做server 做机上盒 做笔电 都是一个box 所以我们思维开始要突破这个 不要再去想说我卖这些box 刚刚讲的 怎么样提供服务 卖服务的成本 事实上是比卖硬体要低很多的 而使用者真正在乎的是这个服务 在乎硬体的只有什么 比如说买个钻戒 那个硬体是很重要的 但是以电脑来讲 或者要能取得那个服务 我今天用哪一家的手机 假如每一家手机都有angry bird 那我其实哪一家都可以 假如每一家都有同样的game 都有同样的通话品质 我根本不在乎是哪一家手机 只要上面那些服务的品质 有达到我的要求就好了 所以呢 制造商的思维也必须要改变 那今天有这些所有同学在这边 回去就可以想说 那我要做的是什么 我不要再去做台湾现有的产业 当然你可能一开始要先磨练一下 你还是要到现有产业里面去磨练 但是你就要开始想 开始观察 什么东西是五年后十年后会需要的 那你一面培植自己的实力 自己的技能 那一面开始规划这一条路 那这不是你今天回去晚上作业 明天就能教得出来的 在这个云南学程里面至少两年 甚至你将来在研究所就业 今天整个产业要转型 今天整个台湾要转型 不是五年十年做得到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那也不是一日之热就可以把装掉了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要有长时间的决心才能够做到的 那希望我们能够在五年之后看到一些曙光 十年之后看到一些成果 这不是说像竞选的夸下海口什么六个月之内就要怎么样 那不可能的 不要听那种话 今天政府任何施政也是一样的 甚至你不要期待政府能改变什么 因为就像我刚讲公务员的心态一定是怎样 我的铁饭碗宝珠最重要 那最好的还是靠自己靠民间的力量 那一天到晚在那边叫做政府该做什么的那些 那种企业就已经没有前途了 要靠政府才能够活下去的企业 就不要算了 就让它倒 大家共免职 谢谢 我们内来有一些时间 假如说大家对于刚刚在博士的两个部分的演讲 有什么要请教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 我请教一下 我刚刚就讲到台湾的产业组件事 那台湾变成了一个产业组件事 那台湾变成了一个产业组件事 你会猜想你们的产业组件事 有一个发展的设备是这样的 因为看你自己的技术事业组件事 那你们的科技跟理商人讲广大 科技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大家讲到台湾都觉得是power 对不对 好像这个energy efficiency 环保节能爱地球 对不对 那当然是我们公司使命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最环保的事情是什么 是让大家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好的服务品质 今天我们云端也是这样 就是说目前大家听到一些成果 比如说我们做的货柜 那是短期的 那是很快就可以看到 但是那些效果其实都是很小的 那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一样是服务 但是呢我们不可能自己做 今天全台湾这些公司加起来 大概也打不过一个IBM 打不过一个HP 打不过Microsoft 打不过Amazon VMware 所以我们必须是去找别人 没有看到没有想到没有做到的事情 不能跟人家正面影碰影 今天你说货柜 所以Google2005年做的 你现在去做已经落后了人家七年了 还有什么好 那Google做了 为什么全世界没有忽然卖得很红 显然也有问题 比如说货柜大家说搬家方便 可是今天我好不容易资料中间建好 我把20个MW的店迁到这边来 你要我搬家找死 那即使我真的搬了 你那个货柜拖上高市公路 开个100公里 下来试试看东西全部坏掉 你说你做七级防震 高市公路上随便点一下 那个瞬间是十级的地震 所以全世界有谁把后卫搬来搬去的 只有美国国防部打仗的时候 一定要带过去 因为你靠卫星通讯什么都不可靠 都会被干扰这样 那大量的运算一定要在当地做 可是现在比妈等也打死了 他也不用 那或者有人说要做Hadoop Map Reduce 那更老 那是Google2002年 2003年做出来的东西 你现在去做又落后人家十年 所以云端也是一样 有些人做云端作为系统 然后做虚拟化的东西 你看VMware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你跟他怎么拼 所以像我们台达做的 这个云端管理系统 是实体机不是虚拟机 我不需要虚拟化就可以做 但是我有虚拟化的方便 我的使用上跟虚拟化 看起来完全一样 但是我用的是实体机 所以这一点是 我们从来没有对外公布 今天让你问我才讲到 那这个东西 我们发现说 在9月份的 芝加哥办的 Cloud Content Conference 那个Conference 原来是一年一次 现在一年有三次 开始有人提了 而我们已经做了一年 表示说至少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现在跟国际是并驾齐驱的 而不是在人家后面五年十年 在那边拼命追赶 那同样的 我们另外在做的一些 软件的服务上面 我们也是看到别人没有做的 然后真正有价值的 我们去做 当然有些还没有公开 不方便讲 但是 基本上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服务 然后要合作 就是我们不会想一家公司 我就全包 不可能的 没有那么多人力 而且你任何一家公司 这样讲就是跟所有人为敌 大家都觉得你是竞争者 就没有人要跟你合作 我们会认清自己的长处在哪里 我们有一些技术 设计一些服务 做得很好 但是这服务要透过谁来提供 我自己不要去建5000个营业据点 我自己不要去开那么多个管道 我找现有的厂商来合作 我自己要不要做伺服器 不要台湾电子五哥做那么多 我干嘛要做伺服器 就用他的 当然我们有一些新的设计 可以让他效率更好 然后价钱更便宜等等 那我们跟他合作 我有这些技术 你来做 然后我们一起来卖 那同样的网路设备也是一环 然后这个资料中心也是一环 然后上面的作业系统 然后辅明台 那最上面的这些SaaS application 这个厂商太多了 甚至任何一个同学回家 就可以写两个出来 那我们干嘛要去做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优质的环境 一个生态系统 让大家都能够结合起来 一起来赚钱 每个人少赚一点没关系 只要全部加起来 是加而不是互相抵消就好 所以没错 我们做Energy Efficiency 我们做Green Data Center 我们做货柜 做这个作业系统 但是每一样 都是有跟别人合作的地方 不是我们自己全部做 所以 你直接做platform 还是要做infrastructure 一点infrastructure 一点platform 然后一点service 我先说 刚刚有提到 Poverry Cloud 跟Poverry Cloud 它那个在实用上 好像其实 是不是 我讲一些观念 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中大型的企业 因为他们可能养得起一些资讯人员 所以对他们而言 这些是它的Fits Post 那当然它可以两边可以游走 比如说我选择哪边比较便宜 但是对小型企业而言 可能台湾比较多体力上的小型企业 或者是新创的企业 可能他们就 一开始成本 那个门槛 或者是说 这边它可能这边障碍 entry barrier 会比较少一点 那相对来讲 它的风险也是低一点 那同样的 有些公司 它可能有一些 新的service 或是新的这些游戏 或是什么的这些 它也可以尝试使用 或是测试 都是可以使用云端的这方面的资源 来降低它的成本 跟降低它的这种 临时性的这些使用 那我在想是不是就是 中大型的企业 它有办法这样子 就这方面的选择 所以在这个两边价格的比 就是无论是网路 或者是说资源 自行建制的这边的价格 当差的倍数比较多的时候 小型企业可能选它还是有利的 但是对于中大型企业 可能可以逐渐再压缩到 可能1比2或1比1.5的时候 它在考虑再判过去 对 你手上有的资源越多 你的弹性就越大 所以中大型企业的运作方式 就比小型企业更有弹性 所以它可以选择 对它最有利的方式 那有的时候可能租一下 有的时候买一些 这个是只要那个精算够好的人 都可以算得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那对于小企业来讲怎么办 它怎么生成 如果它成本随时都比人家高的话 那就是要找到一块别人没想到的地方 跑得比别人快 那今天这边很多管院老师 所以我讲这个有点班门弄斧啦 就是说竞争力有几个主轴 一个是你要跑得比别人快 别人追不上你 那比如说你的技术领先 或者你有专利障碍 那一个是你做得比别人便宜 你的成本比别人低 那还有一个就是广度 所以一个是速度 一个是薄度 一个是广度 今天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integrated service 别人专门做一个做得非常好 但是你可以提供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是one stop shopping 可以把这个整体服务做好 所以为什么7-11的汽水明明比较贵 Costco明明比较便宜 我为什么要去7-11买 我还可以买面包买什么什么 我可以一次买一堆东西 Costco每一样都是很大的 然后我搬不回去 所以小企业还是可以在这方面竞争 即使我的成本高 但是如果那个不是我的成本主要成分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 我的IT成本占我公司成本2%的话 那即使它贵一倍 我也不过达2%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公司 它的IT成本是60%的话 比如说像骨头 那我差1%就很不得了了 不好意思 每个问题都很短 答案都很长 所有服务的target customer 一定是到end user 关键是我们怎么样reach到end user 那台大店自己不做这一方面 我们自己没有network 没有这些行销维护管道 所以我们一定是找合作有这些的人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是捐火商不是佣兵 我提供这些服务用的技术跟软硬体 给那些手上有客户的人 谢谢 我也非常好奇的事情 如果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成为一段 但是就可能是说 如果我们只要设计一个东西 比如说是必须它可以拌换掉成一段 然后你说它算是很多的机器 今天我如果能设计一颗炸弹 它炸到泥土 泥土也会变成炸弹 但是整个地球就完蛋了 这个问题的假设错误的话 什么答案都可以出来 今天第一个是 是不是所有资讯系统全部整合到一个云 当然不是 谁要这样做 今天全台湾所有的粮食供应系统 会全部整合到一家超商吗 不会 所以第一个是没有人要这样做 第二个是 如果我整合到六个不同的系统好了 那其中一个系统是不是会被这样子的方式瘫痪 那当然我的engineering要做得好 我为什么敢做这样的系统 我事情要做过很多很多评估 然后做了很多防范措施 比如说今天你讲说高体 台北到高雄开这样一个高体 那高体一出轨不是整个就断掉 那我就要设计到它不会出轨啊 那所以高铁为什么一有地震 它马上停车 这些安全措施一定会做好 没有做好的话 它就不能开车吗 同样的 你说云端系统安全有没有做好 有一句话说 这个沙头生意有人做 赔本生意没人做 所以大家学管理的 还有商学院的 可能都知道资本主义最后的把关者 是谁 有没有同学要回答 资本主义最后的把关者是谁 市场 保险公司 你任何一个生意 它到底有多少风险 会不会发生向你担心的这种事情 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谁在算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里面的谁 精算师 它去评估每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它如果发生了会有多大危险 所以呢 你交给我多少保费 我去投资 回收的钱 可以cover你这个风险之外 我还有得赚 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东西 只要有保险公司愿意保它 你就知道它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现在已经有云端保险了 保险公司愿意说 如果这个云端系统出问题 你的资料掉了 我赔你多少钱 所以是可以控制的 全世界 不能说全世界 美国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 所有的人要做生意 一定要买保险 做那个生意的人一定要买保险 万一它出了事 伤害到人家 你要怎么赔 保险公司赔 全美国所有的行业 只有一个行业买不到保险 可能电厂 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保它 所以美国只好通过一个法律 和能电厂不用买保险 最后一个 请问一下 就是在你的 小时候看 在发展预算的优势 因为我的 就是以我的小时候 小玩的软体 相对弱 然后我们的 比如说 通讯的电视的 infrastructure 也是相对弱 对整体看起来 似乎没有什么优势 没有不知道 这种比较不难 好 台湾在发展预算 预算的优势是什么 大家都听过SWOT SWOT 可是SWOT怎么来的 有没有人知道 你要先做武力分析 要做那个Value Chain 可是很多人在写SWOT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件事 他不知道要这样做 他就去凭空想象说 我的优势在哪里 我给大家看一个SWOT 有点小 因为这个原来是一个宽屏幕 三个屏幕平起来的一个投影片 所以这是2009年行政院做的 台湾云端运算的SWOT 这个优势 后面朋友可能看不到 我念给大家听 优势 我国为伺服器硬体与行动装置生产大国 具备云端资料中心伺服器储存网络等硬体设备 之自主制造与平价供应能力 行政院说这是一个优势 你有自主制造 有没有自主设计 你一天到晚都是代工 制造有什么了不起 平价供应能力 这是一个优势吗 你为什么没有高价供应能力 为什么只有平价供应能力 这是一个弱势 这不是优势 数位台湾 一台湾 行动台湾 M台湾 资讯应用计划 奠定资讯化社会领先地位 与资讯应用自主开发能力 具备云端运算应用软体发展能力 一台湾M台湾哪里去了 大家现在还有没有看到 它的成果是什么 最后是那个专案结案 钱花完了就结束了 OK 政府推动云端通讯国家型计划 使得我国资通讯建设完备 资讯人才素质整齐 所以后面其实也差不多 这个弱势倒是蛮实在的 缺乏大型系统云端研发人才 缺乏大型系统软体产品开发 与计划管理经验没错 这个大额固定资本投资回收时间长 一般T.A.不容易进军 对啊 云端运算技术研发起步晚追赶不易 对啊 弱势倒是都蛮诚实的 机会呢 这个什么 台湾是云端资料中心原件生产基地 如果能掌握系统架构 可发展出平价优质的资料中心系统 又来了又是平价 为什么不是高价 这个Threat呢 也倒是蛮诚实的 这个国际大厂啊 大陆啦 台湾自己没有啊 没有什么啦 这些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说 这个W跟T是蛮老实的 S跟O都忘了自己脸上贴近 可是没办法人家公务员嘛 这个要交差总不能一句好话都没有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台湾发展云端运算优势在哪里 没有优势 很老实讲台湾没有优势 但是我们要不要做 我们不能不做 因为上一个IT转型的机会是在哪里 Internet 90年代Internet起来的时候 台湾已经错过了 到2000年网络泡沫化的时候就全部不见了 台湾那时候有一些公司起来 看起来蛮有希望的 可是泡沫化海啸一来全部通通被扫走了 这是下一个机会 而且这个机会更大 云端运算对IT产业的改变 是从Man Friend变到PC之后最大的一个改变 就算我们不能赢人家至少不能输太多 不能越输越多 所以我刚讲的 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做作业系统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看起来很基础 然后别人已经做好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这些能力的话 以后永远追不上人家 这是一场苦战 可能比八年抗战还更艰巨的一个任务 好那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要非常感谢 翟博士来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分享 谈了很多的 德系可以去想的地方 特别是我们学生的同学还有管院 甚至我知道电子学院的同学 也可以想想看 特别是这种机会 特别是年轻人来讲 未来你们可能未来在职场上的工作 一定会碰到这些的挑战 危机就是转机 所以大家看美国打二次大战 打完变世界第一大国 对不对 这里面有很多机会的 好吧我们再次谢谢 谢谢翟博士